干腰和炒 大葱斜刀切片 红椒切小块 泡椒50克切碎 泡浆一块切片备用 将切好的腰花和猪肝放入碗中 倒入啤酒300毫升 抓洗出血水 沥缸后放入盐半勺 胡椒粉一克 生抽半勺 料酒半勺 鸡蛋黄一个 拌匀 再放入淀粉一勺 拌匀 腌制10分钟 碗中放入盐半勺 白糖半勺 胡椒粉一克 生抽半勺 料酒一勺 淀粉2克 蚝油3克 拌匀调成酱汁 锅内放入适量油 油温烧至7成热 放入蒜片 泡浆和泡椒 爆香 放入干腰 快速划散炒至断生 加入红椒 木耳大葱 翻炒均匀 加入调好的酱汁 翻炒一分钟 即可出锅 有了 小伙子 热 小伙子 成功 我们在山樓